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自从我说经济学校、社区会堂、室内运动场 做社区隔离治疗中心后 有很多回响 当然有很多人赞成 亦有很多人都不明白实际运作 但在未说之前 我也要补充一句 就算我用上述所说 我估计容立的人数都是二、三十万人 而亦有人这样说 如果全民强检 出来有过百万人 那又怎样呢 今天我逐一分析给大家听 首先我说社区隔离治疗中心的运作 第一学校是绝对可以做的 有很多人不明白 学校要改造方疮医院 第二天不用又改回 那很复杂 其实是错 学校是最简单 比起建立方疮医院是更好 因为每一个课室 我都说了不用改 拿走桌椅 就放八张床 这个做法跟现在清衣岛的方疮医院 每间房放三张床是原理一样 因为校舍的课室 比起现在方疮医院的每一格的面积是大 所以我们计算过 最少都容纳到八张床 有些学校的课室 特别大的那些可能更多 最少也有六张床 即是什么都不用改 就这样放床就行了 有些人很好笑就说 没有厕所没有洗澡怎么办 其实现在的方疮医院 跟我的一样 它都是公共厕所的 方疮医院更惨 还要露天露地 如果下雨还要担把遮掩才能去到厕所 还要走一段路 才去到公共厕所 还有20人一个厕所 所以学校 其实每间学校都一定有足够的厕所 洗手间 你想想每间学校每个课室 装二十多人都可以够用 如果我们每个课室 只是当八个人 甚至六个人或十个人 怎会不够厕所 一定够厕所 至于有人说 不是 那洗澡又怎样 大型的学校其实是有洗澡的 如果小型的学校 你建立一个临时的临浴间 给他们有多少困难 一点也不困难 所以其实所谓要改动 最多是要建立一个临时的临浴间 其实就一点也没有改动 还有学校一个固定的校舍 遮风挡雨 一定比起方疮医院是好的 所以其实不存在 这是问题 有些人说 那你几个人一间房 就是没有隔离互相感染 其实所有病床医院 都是几十张床一个瓦 其实方疮医院不是三个人一间房 其实那班人全部都是已经确诊者 不是说将一些未确诊的人 摆在一堆 反而现在政府宣布 将一些轻微的人摆在方疮医院 和一些没有病征的 反而还有些问题 所以其实校舍是最适宜 临时征用 做我的社区隔离中心 是轻微病征的摆进去 然后我就好笑 我就说用医疗人研究 如果一间学校装得二百人 整天医疗队 是不是不合法呢 证明这些朋友是不了解的 其实我在说是用中医 就是二百人来说 其实我们四个中医已经够 甚至两个都够了 轮到来的话 所以不是用整个西医医疗队 有些人就问 那些护士和中医都没有合过 怎样合 其实大家看看 谁看中医旁边有个护士 其实中医是不需要西式护士 因为他没有打针 没有任何抽血 或者其他复杂医疗 他只要有助理 帮忙执阳 这些其实很容易愁躁到 等于我们 劳工科理局局长 罗志光先生 说请外地过来 训练一阵就可以有三万多元的薪金 为什么 如果香港 我们要找一些人手 不要说三万一元 一万多两万元 现在个个失业 找他受训一段日子 都可以做一个中医助理 所以其实人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又有些人就挑剔到 那上楼梯怎样算呢 其实你看触高弯都是上楼梯的 其实如果上不了楼梯的 其实就安排在地下一个层 上到楼梯我已经上了 而且我们预算这些全是行动自如的轻微病者 如果是严重的就真的要去方仓医院 还有我当时期望方仓医院是一个全医疗服务的 但是现在我发觉原来我们建立的方仓医院 比我想象中更简单 都是接收一些轻微病人的话 根本就算不接触方仓医院 所以我们用我的方法已经够了应付 还有现在方仓医院 我看到三千多个位置是一个简陋的地方 我们很欣赏它七天可以做起 但是我看到一件事 就是我经常说 香港特区政府做了很多官员 做了几十年太平官 未见过世界大事 他们觉得在处理上有很大困难 我看到特首林郑月娥 看到方仓医院成立三千多人 已经很开心说 我们打烊第一程成仗 其实我们还未打仗 我们只不过物资 刚刚可以用的 还未打过仗 所以根本无所谓是成仗可言 这个我只是笑一下 如果学校未用到 他说要三月中后 现在可以把很多社区会堂 社区中心 室内运动场 就用我那种方法 立即摆床 摆中医 已经可以分流了一部分 接下来我说全民检测 就是说会引起有过百万人 怎算不够隔离的设施 我同意的 因为我所谓的隔离设施 就是情况未去到最严重的时期 过几月前我都说要有这样做设施 但现在已经过几月 其实现在我们正在打仗 冰桂神速 政府现在就说三月尾才去做全民检测 其实是否适合呢 当然有些医疗作为专家 就说最好等高峰期过后 其实怎样是高峰期呢 高峰期是否七百万人染疫才叫高峰期呢 我就不明白专家怎样计算 所谓高峰期过后就会自动回落这件事 感染就一直扩散了 怎样是高峰期呢 是否去到某个阶段 就自动病毒不再传播呢 其实所谓高峰期 我不知道怎样计算 但我只是知道 病毒是不会等你的 是一直会扩散的 所以高峰期全港七百四十万人染疫就是高峰期 这个我不想见到 但我觉得如果去到三月尾 真的过百万人都有可能 因为当时政府说两三万人 我已经告诉你 起码有十五至十八万人 现在已经过了最佳时机 我同意就是 如果强险的时候 找的人数过百万是怎样呢 其实是有方法的 当然很多人对于权盟强检禁促 有很多不同意见 我先表达一下 第一 禁促是必须的 否则没有必要的 禁促的时候 有些人问几个问题 很可笑的 有些人问上班怎样算 禁促连门口都出不了 当然不让你上班 这些不用问的了 因为就算今天让你上班 很多人都没有工作 很多人都从家 所以不需要再问禁促的问题 如果我回九龙 如果禁促香港怎样算 这些 不需要禁促 根本就是禁促 什么是禁促 就是连街都不能出 在禁促期间 我都说了 每一家人可能派一 只准他一个人 检测之后 去指定的超级市场 去买一些必须的东西 当然看医生另外计 还有一件事 最近有些市民去抢购食物 抢购得很厉害 其实我都觉得 政府常常呼吁人 不用怕 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但是我在这里呼吁了一声 中央有这么强大的后盾 会不会七百万人的食物 都供应不了呢 答案绝对不会 如果今天我们还是殖民地 给英国政府管呢 就完全有可能 因为它自顾不下 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强大的 中央政府 是不需要担心 我觉得特区正经告诉人 中央是有一个强大的后盾 你现在买了这么多食物 分分钟吃不了 浪费 好了 第二 我在这里看到有很多人 都乘机加价或者昂贵了 我希望大财团 大头 压抑那个物价 千万不要因为 因为有人抢购而抬高价格 这样的话 市面上就会平静 不要自己乱 政府也不要乱 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 好了 有些人就很厉害了 就说 如果全民禁足 分分钟停市 金融中心怎样搞 他们所说的金融中心 香港的金融中心 只有一个市场 就是股票市场 先不说其他东西 我认为金融中心停市 会影响香港 甚至有些人夸张到 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市场 这证明他们完全对金融 都不熟悉 是胡说话 香港1987年 亚洲金融风暴 联交所停市四天 之后 服市跌千一点 是因为外围 股票市场动作 今天 香港停市只不过因为 减育 和世界金融根本没有影响 不会有任何影响 所以说 金融中心不能停市是错的 是看什么原因 很多地区都有暂时停市的现象 是不会说到自己香港这么厉害 影响到全世界的金融市场 这是他们对金融市场的缺乏认知 所以我觉得这帮不懂的人 最好不要说太多了 1987年都停市四天 第二 现在联交所和证监都说 是不会停市 因为事实很多买卖 仍然可以在网上继续 当然有业佑人说 如果实物是怎样 那些就顾不到这么多 因为实物成交是很少的 实际上网上成交 透过机制成交比较多 好了 这个回答之后 我就说真正说到抗疫的全民检测 全民检测 我知道正如我所说 特区政府都没有见过大场面 突然想起七百万检测 要同同几十万人等等 这些其实证明他们根本 没有这个空襟 没有这个机制 大家听过韩信典兵多多亿蝕 韩信说 你给一百个兵 一万个兵 十万个兵 都是一样 只要你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机制去处理 很简单 我都说香港不可以一次过七百八十万 同一时间一起开波 先只是港岛区 封了港岛隧道 封了七天港岛区 然后我们那些检测人员 第一港岛本身已经有很多公务员 很多纪律队伍的人员住在港岛 这些精容了根本就没有需要 全部检测了他们没有问题之后 要他们投入检测 第二港岛警察训练所可以临时作为 如果有些是港岛以外的人过来要做检测的 它里面有很多宿舍可以临时征用了 停了警察训练 征用了我们做宿舍 多少地方呢 没有地方处理 第二港岛120至140万人 整个港岛的检测是不需要超过五天的 因为如果深圳支持一日可以检测100万人 其实我先用几万人 港岛东那几十万做一次 接着大半天就过去港岛南、港岛西 其实整个港岛做一次是日半时间已经够了 即是七天之内可以做几次 做完之后整个港岛可以自由出入一个大的小区 怎会做到不可以正常生活呢 如果跟着做九龙 如此类推 一做完九厢香港分为三大区 当然来到可以另计 三大区的话 为什么不可以呢 其实真的 你不要期望九天 我当十两个星期就做了 有多难呢 所以其实只要有点部署而已 不需要害怕的 检测700万人可以斩检做的 这些人数不用立即遍地开花 我又说回如果 假设港岛区140万人 检测到20万怎么办呢 很容易的 以往我是反对家居隔离 但这次我就刚刚相反 如果18楼C座有人检测到阳性 全个18楼C座封了 禁足他出门口 兼且每一天都派医疗人员 即是中医 西医做不着 上去他那里 帮他检测 帮他看病 接着检测人员每一天 跟他做不算检测 直接到好为止 就不需要把这20万人搬来搬去 如果有些单独居住的老人家 老药的人呢 我们就会移他去 我所说的社区隔离中心 因为他没有人照顾 我们移他去社区隔离中心 可能是附近的学校 附近的会堂 这样的时候 不需要担心不够地方 给这些人隔离 今次的家居隔离是另类家居隔离 不是就这样叫他自身前面 是每一天我们送饭就算送 不是多送饭给他都行 但是如果一早已经卖了东西 今天连饭都不用给 只要每一天有医疗人员 我说的是中医 因为西医做不及 重病的那些验到 就即时送去方疯医院 希望有一个比较有全面性的方疯医院 因为我现在 期望方疯医院应该是全面性 不是像我的社区隔离治疗中心 再真的严重的 才进去政府的医院 天后要插后要的那些 分三类就能做到 所以你说 如果检验到140万人 就分开全部家居隔离 所以其实不需要担心 是担心医疗人员 我说如果你肯征用一万个 中医国内再给几千个 怎会帮不了手呢 假设全民检测后真的能控制 我们要进一步要怎样做呢 因为很容易又再有的 其实我建议都很简单 就是每一个市民强制性 现在都是强制性的 有手机 手机每一天要自行检测 他想出街之前必须要自行简单检测 就是现在那些家居检测 如果是属于阴性的 就自行检测到手机里 当然这个是我们的创科局 设计这些程式 可以自己输入阴性 他才可以出街 警察也可以随时去搜查 街上的市民有没有做过检测 这样的做法就是 下街的都是阴性的 如果是阳性的话 立即要上报 在当时的情况下 因为已经做过全民检测 医了很多人 这些就立即送到社区隔离中心 就不是再留在家了 两个阶段来的 这样的时候就很容易 正如我所说 如果能够每个人都检测了 才出街 那香港就会很严重 当然 有些人说我们没有手机 怎样 政府派一条手带给他 再不适合 其实在每一间屋的楼下 按个数码 给他嘟都可以 其实这些是细节 前提就是 那个概念就是 全民每一天自我检测 然后才出街 我觉得在概念上是可行的 细节 就是要政府去想 当然有些人说我 不准 我看到那些棒 现在政府说的准确性 如果检测的准确性 是相当高的 但是偶一不准 都可以很快去捆解到 另外阳性不准就更加无所谓 再检测核酸检测 原来没事的 假阳性就做了一段功夫 好 再回来 有些人 也都防止 有些人自己报假阳性 因为现在 你一说阳性自我检测 然后说在家居隔离 很多人特意做假阳性 可能他是想 压不用上班 或者是压政府那些五千元 很多的 这个时候一直都倒绝了 任何人如果是阳性 刻而不报 重罚 重罚不是我现在 很多议员说 一万变为两万 重罚是入狱 因为 普通隔离都有一天 入狱一个月 又何妨呢 紧急法 所以重罚一些报假案的人 其实是最方便的 当然 这个细节还要深化 但是 现在打仗 我不明白为什么 立区政府还要说三月底 是不是三月底之前 可以想到一个很完美无华的方法 你几个月都想不到 我们想到一个大纲 水无常形 兵无常勢 到时一定要随机认辩 如果你这样 弄了一些露天的东西 出来有什么漏洞又如何 其实兵归纯束 不是正常 应该现在已经 正常那些社区中心 做隔离中心 不是等方仓医院 原来方仓医院 只不过是三个人 接下来到厕所 那为什么不立刻 在社区中心 和室内运动场 立刻摆床呢 我相信 如果摆了都不止三千张床 是吗 那我希望 特区政府记住 现在打仗 你想想 如果平时你搬屋 可能搬一个月 乌克兰现在打仗 你觉得那些人搬东西要多久呢 我说不需要一天 我们要做这些 现在我们真是打仗